我们的老师金西妍也是 各位老表音盘的老熟人了 原片虽然才73分钟 里面精彩剧情接连不断 全程都是马赛克画面 不得不说简直就是满天心 话不多说我们高速发车 我们的女主大美今年刚毕业 为自己的工作发潮 这不找到闺蜜翠花诉苦 再三表示自己房租也快交不起了 恰巧母亲最近身体也不太好 自己也是天天吃泡面 想问问翠花有没有什么工作 来钱快还不累的 翠花一听 自己身为好闺蜜自然得安排 而后从包里竟然拿出一打钞票 大美看着闺蜜这么霸气 感动之余觉得很是奇怪 据她所知翠花家也不是很富裕 怎么一下子这么有钱 一想闺蜜肯定是找了个好工作 激动地对其表示能不能 介绍自己也去试试 翠花表示自己现在这工作 虽然很挣钱其实辛苦得很 更是需要嘎嘎给力的体力 大美郑中表示 没的是只要有钱我可以的 晚上翠花因私事迟到了 老板竟然没训斥她 这还挺好的 只是告诉女人让她收拾下 快点准备上钟了 原来翠花是一家会所里的服务员 而她明面上是负责一些酒水上的事情 因为翠花长得好看 身材也是嘎嘎一级棒 老板们更是大方地给小费 而她有时候也会给老板们 一些刺激的小福利 这天翠花到点正常准备下班 谁知却被老板给拦截下来 要是明天节日 你还是照常上班 而工资我也是会给你 是平常的五倍 翠花想到闺蜜大美的请求 询问老板能不能 明天再带个美女朋友过来 老板一听 你都这么好看你朋友肯定也是如此 我自然是求之不得 举双手欢迎啊 晚上翠花打电话 将其告诉了大美 这可把女人激动地连连感谢翠花 翠花嘱咐到明天打扮的漂亮点 大美也是爽快地答应 但是害怕自己做得不好 翠花表示没关系 你长得也好看嘴巴再甜点就可以了 然而属于两人的本色出言 那才是刚刚开始 隔天大美和翠花一大早 两人打扮精致地来到店里 当老板看到长得一觉得大美 这不管是身材还是脸蛋都堪称上场 脸上的笑容也是止不住 简单说了工作内容后 微让新人踏踏实实替自己工作 更是大方地拿出几张马内 将其递给了大美 女人一看也不再犹豫 就这样成功开始上班 而后翠花就带着大美来到一房间 拿出一套白色的修身裙 让她将其换上 过了会画面一转 此时包厢里坐着两个大老板 身旁坐着大美和翠花 这对黑白姐妹花便开始 今天的第一次工作 接下来四人就开始谈论起生命起源 画面太过精彩 在这里我就替大家观看了 温馨提示请大家自备纸巾 完事后 大美对翠花给她找的这份工作 那是感激得很 这明明一点也不累 那简直就是享受得很 更是表示自己没事也可以来兼职吧 作为天下第一好姐妹 翠花也是大方的交流经验 怎么才能让老板们感受到极致的服务 就这样下班后的两人开心一回家 想必各位老表们一看 两人这表情就知道 自然是吃饱喝足了 那是满足得很 赚得自然也是金钱满锅的 很快再次到了周日 两人一起又一次来到会所兼职 得亏上次有了经验 这次大美面对老板时 那也是游刃有余 直接就将其拿捏了 这场面更是精彩绝论 不得不说这两位女大学生还真是勤工俭学努力的很 任周天再次来到店里工作 老板告诉两人今天来个大老板 谁知翠花一听 竟然拒绝去服务老板 原来之前翠花和这人打过交道 男人有钱是有钱 但是提出的要求更是十分变态 但是大美一听这消费足足有十万 那是激动的很 直接表示自己可以去试试 想去见见这个大老板 不得不说大美真是太溜了 靠着看家本领 那是将大老板照顾得服服帖帖 自然也将奖金拿到手 老板也是大美的业务能力 深深地给折服了 更是对其抛出橄榄枝 只要大美毕业就可以来这里上班 两人也是热情地回应着 挣着钱每天幸福得很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天两人再次来到会所 就在两人抬头瞬间发现 对面的客人这次 竟然是自己老师 这是什么大型射死现场 恨不得找个底缝钻进去 两人经过这件事后 也决定将此工作此去 打算一起出国深造 完成两人的梦想 两人也因为这段时间 赚得盆满不满的 费用什么的绰绰有余 毕竟两人一天赚的钱 都是有的人一个月的工资 这是一部小众的韩国电演 好了本期视频就结束了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